中华德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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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李毅是晋朝南蛮校尉宁州刺史 李秀自幼器语非凡 长大后帮助父亲抵御五一族的入侵 保卫宁州城 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金国英雄 中华德育故事 启禀将军 敌人的进攻 我们已经打退 可是敌人并没有离去 他们包围了宁州城 看情形像是要伺机攻城 传令下去 大家一定不能懈怠 严守各自岗位 绝不能给敌人一颗衬之机 遵命 爹 你已经忙了大半夜了 喝口水歇一会儿吧 如今敌人包围了咱们宁州城 全城百姓的生死悬于一线 为父为城中主将 如何能够安枕 爹 您不是早就上书朝廷 请求朝廷增加良想练兵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或许是陛下日理万计 还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件事吧 孩儿不明白 外族入侵 危及边关百姓的生命安全 朝廷怎么可以拖延呢 兄儿 我们不能够对朝廷口出怨言 就算朝廷政令有误 我们作为臣子的 只一劝谏 而不应该埋怨 为父是朝廷命官 如果我们对朝廷口出怨言 百姓知道了 会导致百姓和朝廷的对立 引致天下大乱 记住 我们身为晋朝的子民 一定要忠于朝廷 忠于国家 爹 爹 爹 大夫 我爹他怎么样了 大夫 你一定要救救我爹 救救我爹 大夫 你一定要救你将军军 你们不要难为大夫 他已经尽力了 爹 将军 众位兄弟 如今敌兵为城 城中百姓危在旦夕 我礼仪身为宁州辞使 不能够解救百姓 我走得不安心哪 将军放心 有我们在 绝对不会让敌人进城半步 我们适时保卫宁州城 谢谢 谢谢 秀儿 以后爹不能再照顾你了 爹 女儿已经长大了 女儿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 为佛夜生 唯一未了的心愿 就是此番 未能击退五乌一族的入侵 爹 爹放心 女儿已经长大了 女儿不但能够照顾自己 还能继承爹爹的遗志 保家卫国 爹 爹 爹 如今将军已经去世 我们应该继承将军的遗志 保护好城中无辜的百姓 为今之计 我们应该选出一个人 暂代将军的职务 统帅三军 云将军一直是将军的副手 常年追随将军 镇守宁州城 将军去世了 领由云将军来代替将军 敌人势大 我们城中兵力有限 顽抗下去只会玉石俱焚 为了城中百姓着想 与其抗争 不如暂时投降 云将军 我们不能投降 我是说暂时投降 等待时机成熟了 再行反击 这也是为百姓着想 敌人进城之后 一定会烧杀抢夺 最遭殃的就是百姓啊 我们可以跟敌人约法三章 敌人进攻咱们宁州城 就是为了抢夺财物 他们又怎么会 真心与我们约法呢 可是如今将军去世 军心不稳 抵抗的话 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跌跌临终之前 盯住我们 一定要守住宁州城 只要我们有信心 团结一致 一定能够做到的 秀姑娘说得对 我们不能投降 我们不投降 我们不投降 不投降 既然你们执意送死 我也没有办法 云叔叔 您别走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云叔叔 您去哪呢 难道 难道您要去投降敌人吗 我 云叔叔 我经常听弟弟说起 你们当年的事情 爹爹说 你们当年一起投军 是为了保卫国土 报效国家 这么多年来 你们一直为了这个初衷 努力拼搏 打退过无数次敌人的进攻 爹爹跟我说这些话 我一直记在心里 爹爹知道临终 都没有忘记当年的初衷 难道云叔叔 您忘记了吗 我 我没有忘记 可如今这个形势 我们抵抗下去 全城百姓都会死的 死 又欠欲红毛 又忠欲泰山 为保家为国而死 死得其所 我相信 我们宁州城所有的居民 为了共同的信念 都不会怕死 难道你 我当然不会怕死 既然这样 你还怕什么 云鹏险些害了全城居民的性命 向诸位请罪 云将军快快请起 你也是好心 幸得秀姑娘提醒 我才没有铸成大错 如今咱们群龙无首 我提议由秀姑娘接替将军 统帅三军 晚辈年纪又小 对军中事务也是一窍不通 怎么能够统帅三军呢 秀姑娘太谦了 你虽然对军中事务不熟 但你自幼习武 练就一身功夫 最重要的是 你有一颗为国为民 誓死保卫国家的中心 只要有这颗中心 就一定能够带领我们 打退敌人的进攻 弟兄们 你们说是不是 是 秀姑娘 你不要推辞了 你是将军的女儿 你答应替她完成未了的心愿 如今众望所归 正是你替将军完成心愿的时候 我 秀姑娘 你就不要推辞了 秀姑娘 你就不要自私了 既然众位伯伯叔叔相信晚辈 晚辈一定要竭尽所能 就算豁出性命 也要守住宁州城 好 好 好 启禀诸位将军 敌人要攻城了 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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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 战况如何 将军 启禀将军 敌人已经发动两次进攻 看样子 他们今天势必要拿下咱们宁州城 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兵法上说 一股作气再而衰 散而劫 敌人进攻越忙 衰竭得越快 等他们的士气低落的时候 就是咱们反攻之时 是 将军 报 启禀将军 东门敌人攻势猛烈 弟兄们 要守不住了 调一只后卫军 随我去东门守城 将军 城 城门危险 敌人马上就要攻进来了 快 快把火把起来 快 跑啊 找到 快 跑啊 快点 敌军气势已衰 传令下去 开城迎敌 杀 杀 冲啊 杀 秀姑娘巾帼不让须眉 智勇双全 今日一战杀得敌人落荒而逃 在下实在是佩服 允叔叔过奖了 当时我只想完成爹爹的遗愿 保家卫国 救命于水火之中 秀姑娘有如此胸怀 将来一定是一位受人景仰的金国将军 晚辈只是暂待爹爹之职 如今敌人退却 晚辈也要功成身退了 为将此事奏名朝廷 朝廷论功行赏 一定会正式任命秀姑娘为宁州刺史的 晚辈只是一个小女子 何德何能改受朝廷封刺呢 启禀将军 大事不好 敌人 敌人要杀来了 这 这么多敌人 我们 我们怎么办啊 大家要镇定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坚定细心 一定要守住宁州城 启禀将军 城中许多百姓说要见您 诸位父老乡亲 你们这是 李将军 我们知道敌人又打来了 我们愿意跟随你保家卫国 李将军 我们虽然没有力气守城 但可以帮忙运送物资 李将军 李将军 我们可以帮忙给战士们送饭 还可以照料伤员 姐姐 我们也愿意帮忙 保卫咱们宁州城 乡亲们 你们这份保家卫国的心意 我心领了 大家放心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为了我们心中的信念 就算敌人再强大 我们也一定能够战胜他们 给我 你们在干什么 将军 他抢我的树根 将军 我娘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再没有东西吃 她就要活活饿死了 把你抢的树根还给人家 这两块给你 你把食物给我 那您 我还撑得住 你快拿去给老人家吃吧 谢谢将军 谢谢将军 将军 我们已经被围困了七年 内无粮草 外无救兵 再这样下去 弟兄们都撑不住了 无论如何 我们也不能够放弃 可咱们现在 连树根草皮都没得吃了 许多弟兄都有了投降的念头 再这样下去 咱们宁州城不攻自破 爹 女儿不能够完成您的遗愿 女儿对不起您 女儿已经尽力了 可是敌人的兵力强大 女儿愚笨 没有能力跟敌人抗衡 如今许多将士 有了投降的念头 爹 我该怎么办呢 娘 您快回去吧 不 我一定要去 您不能去 娘 您不能去 老人家 战场上刀剑无言 您不能去啊 老臣知道自己能力浅薄 可现在是危急时刻 城中每一个人都有保家卫国的职责 李将军让老臣去吧 李绣无能 不能够大退敌军 让老人家您一养天年 李绣对不起您了 李将军 这七年来如果没有您 这明州城早就守不住了 老人家 诸位重将士 我们守城已经守了七年 这七年来 大家团结一致 众志成城 大退过无数次敌人的进攻 我李绣 向诸位将士 表示我由衷的感激 如今形势危机 城中淡季粮绝 城外救兵迟迟为道 许多弟兄 已有了投降的念头是不是啊 李将军 我们也不想投降 可是到如今 我们会被活活饿死的 你们想过没有 若是开城投降 敌人会屠城的 那 那该怎么办 我们是晋朝的子民 忠于自己的国家 是我们每个人应激的本分 这七年来 我们让敌人吃尽了苦头 我们疲惫 他们比我们更疲惫 李将军 您是说我们可以反击了 敌人人多势众 就算他们比我们更疲惫 我们也打不赢啊 强功不成可以智取 你们是哪个营寨的 我们是奉大帅之命 观察城下的动静 现下去见大帅 你们去禀告大帅 就说三日之内 我们一定能将宁州拿下 是 你们走吧 进军围公营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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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啊 老王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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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敏将军 晋朝元军杀来了 好啊 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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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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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千军万马 将军 城里的人也杀出来了 怎么怎么办呢 敌人十大 快撤 李秀用计 击退了五一族的入侵 使被困七年之久的宁州城 重建了天日 其后 李秀统帅部下三十七部 经过三十年的努力 战胜了五一族 由于李秀 守城平叛有功 被朝廷封为镇静夫人 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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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在哪儿 秀儿 你辛苦了 女儿不辛苦 女儿没有忘记您的教诲 如今女儿战胜了敌人 女儿完成了你的心愿 你是爹的好女儿 李将军 你没事吧 我梦见父亲夸奖我了 是啊 如今五一族归顺朝廷 总算实现了你爹当年的夙愿 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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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秀怀着为国为民的热忱 在任上与世长辞 唐朝时 朝廷又加封李秀为明慧夫人 她的事迹流传千古 李将军 李将军 李奸 李将军 李将军 李太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各位不断的关心收看生命电视台 目前中华护生协会在台湾地区已经养了300多条的牛 将近2000头的羊还有几百头的猪 各位够慈悲吧 够伟大吧 我们赞叹这些菩萨的帮忙 但是呢 海涛在这边更要恳求各位继续帮忙 为什么 这些牛羊猪的照顾 开销 吃的 非常的庞大 但是非常的值得 我今说 不施食物 不施药物 我们也得到了很大的福报 所以愿各位不断的护持 中华护生协会来买更多的饰料 医药 照顾这些牛羊猪 阿弥陀佛 慈悲喜舍的捐地护持 让自由的呼喊结合大众之力 热食为生命的保护站 欢迎护持中华护生协会 救护动物推广吃素的行动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 中华护生协会 大家好 我是Tim哥 我是Tim嫂 防疫观念带着走 出门买菜 不免怕 第一 选购商品时 尽量避免重复触摸商品 选定后下手 可以维持双手清洁 第二 购物期间 尽量避免触摸眼 口 鼻 第三 不小心咳嗽或打喷嚏时 请务必记得咳嗽礼节 用衣袖遮住口鼻才卫生 第四 请务必落实 勤洗手回到家马上洗手 家里如果有小朋友或年长者 最好把外出服换掉 让我们一起保护彼此的健康哦 这边是属于医疗区 就是只要各个区块 如果有生病的 就会把它移到这边来特别照顾 那会给它们加营养 这里是屏东圆埔附生果园 本来隶属于中华附生协会 后来因为流浪果业收容越来 所以奉海涛师傅指示 成立台湾救国协会 园区本来是很拥挤狭窄 后来奉战远师傅指示 中间的蓝色全部打掉 蓝色两边上面的窩庞 全部拆除以后 两间打通成一间 让狗狗有更多 更大而且更宽阔更明亮的空间 这样以后狗狗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钢筋人的狗有一些是非常害羞 或者非常凶的 像这种的狗 像凶的狗一定要先关起来 先关起来被养一阵子 用爱心给它被养 到最后差不多一个月以后 它们都会变成很幸福 而且很乖 很乖巧 如果说是害羞的一直躲 一直躲到床底下 或者那些也是要把它另外关起来 不然它们是食物是吃不到的 所以要另外关起来另外照顾 另外照顾 让它们如果慢慢习惯反进以后 也是一样会放出来 我们现在园区也有650只狗分为4区 而且每一区都有一位职工照顾 如果说有狗哥生病或者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都有拓业搜医师 拓业搜医师会过来叫我们怎么处理 或者他自己处理 如果严重的话 我们就直接送狗医院 狗的灵性非常高 本性是善良及贴心的 你只要对它好 它都会把你当作自己的主人 所以爱心照顾它们 它们会感受到 也会到回馈给你的 狗最主人是非常忠心的 有一句话说 它是你世界的一部分 而你却是它的全世界 希望大家在想要养狗时 能用领养代替购买 而且润养时不要弃养它们 让台湾人与狗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y bwd6